作为一个天天梦想着,可以瘦成小鲜鱼,却还总是不停的吃吃睡睡的人。 减肥成空这件事好像离我特别的遥远啊,虽然日常是三分钟热度,日常是拐不住嘴,迈不开腿,但是减肥成空这种幻想,还是一直都有的。 虽然减肥已经这么艰难了,但是总有些东西的存在,就是拯救像我这样的人的。 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三种,只要你晚餐选择的是它们,就能成功受成你要的样子,那到底是什么呢?就跟一起来看看吧。 只要坚持一粥,你就可以看到明显效果优,一,喝无糖粥,如果你想减肥,但是又不知道晚上该吃什么,那么你可以试着要粥喝,可以用一米,红豆,黑豆,草泥等放到一角。 这些都是属于粗粮,晚饭食用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,如果还有其他你自己想吃的也可以加进去,而且熬粥也是很简单的。 先把所有的食材浸泡两三个小时,再放入电饭包里加清水熬,直到所有的食材都化开就可以了。 但是对于减肥的我们来说,可一定不要帮糖粥,二,水果蔬菜沙拉,许多人想到减肥,就会紫囊的多吃水果蔬菜少吃主食,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呀。 水果沙拉所含的脂肪低,热量也比较低,最适合想要减肥的人吃了。 而且,晚上本来就要少吃,水果沙拉消化的比较快,所以正合适。 三,蔬菜糖,虽然说很多人觉得糖都比较有营养,但是蔬菜糖虽然营养,但是由于蔬菜里有很多食物纤维,可以促进肠胃的消化,让我们可以很快感觉保溢。 所以晚上就接点自己喜欢的蔬菜,放到一起煮汤还是很不错的哟,如果晚餐不知道吃什么,又不想运动,还想能够减肥,那么就跟着一起这样做吧。 下面让来教大家论蔬菜沙拉的小技巧吧。 菠菜1000克,大葱,大蒜个50克,鲜薄荷叶4片,酸牛奶100克,柠檬汁10克,黑胡椒粉,精液个适量。 制作流程,菠菜洗净后入废水中烫熟,捞出几干水分,切成碎末,大葱洗净,切成丝,打算去皮洗净后用刀拍碎,切成末,薄荷叶洗净切丝,柠檬汁,葱末,精液和胡椒粉放入菠菜板中,拌匀,再将酸牛奶和蒜,撒上薄荷丝集成,适用于用脑过度引起的头昏眼花,疲乏无力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